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的热情 大家翘首以待的2019武林峰搏击世界杯 今天终于打响了节目战 此刻我们自然会想到2018啊 那场跨度长达半年 关注指数爆表的武林峰首届搏击世界杯 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搏击运动的魅力 有人说去年的比赛最大的赢家呢 是帕奇特农塔老人家 因为他拿到了总冠金 出人意料 揣走了一百万 让我说啊 去年的比赛没有输家 因为毕竟这样一场规模罕见的 世界性的搏击比赛 可遇不可求 能够参与其中 即是光荣 要说最大的赢家 我觉得当初我们电视几千的广大全迷朋友们 大家收获了长达半年的惊喜连连 如今2018硝烟未散 2019征程再起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 A组和D组的第一轮的小组赛 首先大家热情的掌声 为大家请出我们两个小组的八位 中外勇士闪耀登场 我们有请 我们有请 有请A组 陆建波 段流天王 有请 日本大和右野 有请中国战兢献献猎 有请上届总冠军 泰国 爬起探索 第一组 中国甲凹奥契 摩洛哥哈布札 中国恐怖消防 魏宁慧 摩洛哥刀锋战士 伊利亚斯布莱德 看到这样的阵容 确实是让人振奋 有人说 A组当之无愧的死亡之组 因为这里有上街总冠军 帕吉德农 永远是这样的一张笑脸 我们中国的笑里藏刀 说的就是他 这位日本刺中量级的王者 大和右野两位高手 那我们的战警谢雷 我们的陆建波 应该说是天将大任 再来看我们的D组 D组尽管有我们的 恐怖小胖魏宁慧 有我们的战士贾奥奇祖籍 但是北非双雄当道 我们中国勇士出现的难度 丝毫不亚于A组 我建议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拿出最大的热情 掌声 呐喊声 送给我们的勇士们 给他们一份力量 好吗 好 亲爱的妹妹 广告时间不长 精彩 马上开始 刚才大家又看到了一龙 精神不死 涅槃重生 一龙是09年登上擂台的 他用十余年的奋斗 130多场比赛 诠释了体育精神 如今勇士无拒 强势付出 大家共同关注 7月27号 武林峰现场直播 我们共同走进郑州市 和南生体育馆 走进不一样的一龙 好 今天的比赛 首先呢 为大家呈现的一场 58.5公斤级的超级战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大家应该还记得 在三月份的 武林峰的现场直播当中 中泰队抗赛 轮平级战队 胜利的两场比赛 其中一位胜利者 相当相当的彪悍 我们账商有请来自泰国的 龙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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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现在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的直播现场 感谢大家的准时守候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解说嘉宾是 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这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红方选手王俊光 蓝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龙奈 那蔡老师有没有觉得王俊光 两年之后我们再见到他 真的是大不同 对 非常不一样 那这个很有趣 上次龙奈是打败了王俊玉 这一次拍了王俊光 大家问说是不是兄弟 没有 这个名字刚好差一个字而已 这个龙奈真的不简单 上一次其实大出的这个王俊玉 小雷公已经没有没想到 哇 泰国人的拳那么好 对 就是3月30号 我们的直播当中点胜王俊玉 其实龙奈有的网友对他的评价 说他属于这个慢热型的选手 但他这个力量很大 我觉得他跟陈佳洛都是师兄弟 他们来自于这个阿布兰三文坎这个拳馆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好 那王俊玉 王俊光 王俊光 王俊光呢 这次特别到日本去受训 嗯 学到他们一些日式的空手道 一些快动作跟冷动作 那同时把他们的训练体系也带进来 毕竟他要创办自己的俱乐部 对 其实从他的出场 出场的这个造型我们就能够感觉到 是 他的变化之大 是 非常快非常的重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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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不住了 哇 刚刚的这一幕就是我们在看王俊光的比赛当中 经常会出现的一幕 所以他一旦把这个对手逼到一个角落之后 他就会紧接着有密度很高的速度很快的一个动作出现 是 而不只快而且重 对 这王俊光最出名的场比赛就是把日本踢拳王者 这个武尊头上打了一个大包 嗯 这个大包啊 其实我认为应该不是拳法打出来 特别问他 他说是这个转身后摆拳 手臂骨头敲到 所以就起一个大包 哇 就逐渐那个力量之大 对 我们今天看看这个王俊光的转身后摆拳会不会用出来 王俊光的转身后摆拳 王俊光一直念错 真的很难区分 对 好 现在小叉 对 王俊光太久没回来了 我们都叫习惯了 两年 两年的时间 对 对 哦 有机会哦 换拳又逮到了 对 那现在龙奈成家的教练 但有按钗 按钗钗 港盒衣出 你要到前倒了 体力量 过南 3 4 5 6 7 8 5 更多 但真的是被铃声救了 是的 被铃声救了 被铃声救了 哇 我们原本还以为会压哨 结束比赛 但是他会吧 会结束觉得会 这个王俊光两年之后的首次付出 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其实他也很刻苦 昨天晚上还有在加练 其实在加练不要练太凶 因为不然今天会造成一些乳酸堆积 会让这个肌肉比较疲劳一点 对 好 看一下 慢慢放 好 很坚决的前后手连击 其实在赛前龙奈就已经吓了一跳 他们看过王俊光的比赛的视频 这么快 他跟他们那些泰国教练都吓死了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今天其实场上这位龙奈 我们的王俊光还不放在眼里 因为王俊光最想挑战的对象是这个泰国铁人罗唐 那一位才是更难打 那我们的王俊光今天先把这个龙奈给解决了 对 哇 哇 拳拳倒入 是 打得相当的坚决 哇 让龙奈起腿的机会都没有 对 哇 咱们直播的第一场比赛就这么精彩 哇 这龙奈心里可能会想 你都不用休息 你都不用喘气的 王俊光状态太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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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积蓄了太多的能量了 需要在这一刻爆发 再来 哇 哇 还是得打 王俊光的俊太 这个状态太猛了 就龙奈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他有还手 但是撑不久 那龙奈要招了起腿的机会啊 不太容易 就他需要 需要有一个时间 龙奈需要有一个时间去稍微调整一下 但是王俊光现在撑不久 给他机会 对 王俊光现在体能太充沛 是的 哇 这一次回去啊 泰国伦毗尼这边长官 可能又要吓一跳了 哇 原来我们的小级别有一个这么能打的 那么厉害 哎 哈哈 哎呀 其实这位龙奈自从打贏王俊瑜之后啊 在泰国很困啊 这个女粉丝很做 他把他的这个球组放在T恤上啊 可以送给女粉丝 但是 今天肯定要让泰国女粉丝 伤心了 他 王俊光 王俊光 小心點 連續兩回合的快拳進風 其實王俊光也有點累了 對 因為這種輸出的密度很高的 最後的幾秒鐘 哇 太激烈了 其實泰國軍團也蠻團結的 這個萬批猜啊 這個鈴聲一響就立刻衝到這個擂台中間 把這個龍奈給抱回來 不讓龍奈走路 要節省龍奈的體力 對 你看才幾步路而已啊 就幫他節省這個體力 OK 停下來 謝謝 好 第三回合的比賽 好 第三回合的比賽 好 第三回合 哎呦 這個人脈也馬上再調整了一下 對 還是頂不住王俊光的拳 哇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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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龍奈真的是非常的頑強 對 在泰國裡面算是拳還不錯了 是的 可以跟中方的這個王俊光這麼拼 哎 又有了 又有機會了 再來 哦 開始暈了 哇 龍奈很頑強啊 是 王俊光小心 所以對方有上勾拳 現在王俊光也把戲法用出來咯 對 王俊光也把戲法用出來咯 但是呢 他在這個日本集訓呢 這個一些 空手道的冷動作做不出來 今天就是拳法的快攻 回 走 加油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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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龍奈就是打一些控制 看能不能把第三回合給撐完 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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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夠累了 但是呢這一次如果龍奈打輸的話就沒有理由了 因為上次他們是整批啊受了風寒 我們這邊天氣太冷了很多人都敢冒了 對 現在天氣正好適合他們 所以沒有理由 再來又有機會 好 加油 快 這個龍奈的眼神裡面還是有鬥志的 非常的頑強 非常的頑強 王俊光要進一步的擊打 哦 哦 有個吸法 還是打中的 小心 你 有點算聯繫 他說 他說我已經可以看到了 對 好 好 其實龍奈對我們的自由搏擊規則也有研究 他在抓那個灰色的地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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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龍奈的一個掃踢的反擊也蠻蠻羞狠的 好 一個假動作 王俊光騙到了 王俊光就是假龍騎腿 然後呢真的出拳 假動作騙到龍奈 那我們的這東西王俊光了 拿下這種比賽了 大比分的拿下 會不會說的太早了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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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賽結束了 是 其實就像剛剛蔡老師預測的時候 這個比賽的結果沒有懸念 是 不過我覺得龍奈的表現非常的頑強 非常頑強 對 非常頑強 這個王俊光不是一般的強一般的快啊 看這麼狠 對 我們看一下慢放 其實龍奈的這個頑強 也是靠他的這個足夠的實力去支撐的 是 這個頭部堅強的抗擊打力 對 好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好 一號裁判 三十 比二十五 二號裁判 三十 比二十五 三號裁判 三十 比二十五 三十 四 三 三 四 三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五 五 六 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19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林峰擂台上有名的肖战哥实力强劲 曾经击败哈桑拓一 以及WLM洲际机腰带获得者麦克赛尔 此次参加伯极世界杯 他却是专为复仇而来 大家好 我是陆江波 在去年的一场比赛里 我因一场失误输给大和有眼 在那之后 我一直寻找着复仇的机会 感谢武林峰国际世界杯 给我这个机会 讲为什么呢 以后再说 首要的目标就是复仇大和有眼 在这个立台上 Q的 而这与武林峰全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第一届搏击世界杯中 战警谢雷赋予了帕奇特农 无缘搏击世界杯自强 这一年的时间 谢雷都在默默积蓄 为再次登上这个擂台 而养精蓄锐 能再次登上这个擂台 我当然十分珍惜 首场比赛就对阵了 上届搏击世界杯的冠军 但压力不小 但我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话不多说 一切言语都在我的双拳中体现 谢雷的对手 则是A组中最耀眼的种子选手 首届搏击世界杯冠军 帕奇特农 Walkup Sornament WLF 武林峰国际世界杯即将开战 A组四位强者早已摩拳擦掌 新的国际狂潮即将汹涌来袭 短片当中的每一幅画面 都在调动着大家的神经 我们用掌声呐喊声 送给我们所有的勇士们 给他们一份祝福好不好 好 进入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也是A组的第一场比赛 另外我还要说一说 今年的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 就是有一份肩不断理还乱 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 因为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曾经战胜过今天的对手 而且我们这一次 搏击世界杯的另外一位 另外一个小组的参赛选手 吉祥也在他的面前 吃了不小的苦头 没准哪一轮就能碰上 就能抱上一剑之仇 我看着特别的热闹 来 掌声友情蓝方选手 来自日本的大河优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新的游戏 新的游戏 世界上三个千万 都不思许 新的游戏 出名其他人參加 102 8 1 红方选手今天是他的复仇之战 也是他第二次走上武林峰 国际世界杯的擂台 只不过去年打的是后备战 好了 掌声有请 断流天网 陆建宝 军建宝 军建宝 这是陆建宝丢掉的第八百多幅眼镜 我喜欢他的出场 场上裁判李锐 比赛现在开始 军建宝丢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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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A 组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的小组赛采取的是这个单循环赛制 获胜的一场集三分 负的一场集一分 本次比赛呢 我们统一使用的是十盎司的拳套 好 这场比赛 红方陆建波断流天王 蓝方选手是来自日本的大和右野 刚刚的小短片 大家也听到了陆建波给自己制定的是一个小目标 先KO掉大和右野 为自己复仇一下 冤家路产 又遇上这个日本最英男人 他的头啊 曾经让这个吉祥把这个手给打骨折了 然后他的腿呢 把陆建波踢倒在那台上 爬不起来 当初那一腿啊 你猜这个陆建波伤了多久 多久 一个月 然后不能蹲 脚是肿的 好 那话说这个大和右野 他来自于大和拳馆 所以他有另外一位师兄弟 大和哲也也曾经跟帕奇特隆打过 所以常常大家都搞混 帕和大和右野 哲也是不是兄弟 不是的 对 所以这一届的搏击世界杯呢 大家讨论过多的就是 各个选手之间都有恩怨 对 都有一些故事情节在 好 我们看这场比赛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和右野 五岁练空手道 十五岁转自由波及 他目前是这个NJKF的中量级王者 也是WC泰拳的王者 嗯 然后生涯有16次的KO啊 所以是这个KO能力还相当的高 对 然后他有一些蛮特别的招式 刚刚会用后手的走去顶对方的拳 这都是陆建波注意的地方 对 哦 两人在比这个低坎踢了 当初陆建波就是被他这样踢到爬不起来的 有 哦 那现在呢 这个陆建波到了朱凰休息 他的教练就是这个巴西的第一高手这个佩雷拉的教练 目前在场边 哦 哇 这两根拳法 今天陆建波把那拳跟这个D肯定拿出来用了 那其实陆建波也好一段时间 也没有好好的续练 因为家里的市场比较多 希望这一次在珠海集训 能够展现他的效果 然后当然这个大和右野 他目标不在陆建波 因为他想找这个帕奇特龙来复仇 其中呢 这个他也曾经输给迪伦·萨尔瓦多 迪伦·萨尔瓦多也是他的目标 选一局剩下最后的时间 是 要注意一下 这个最后对大和右野有效击打 把他后来聚上了 对还真的不知道今天陆建波的小目标能不能实现 还有比赛我觉得每一秒都会出现变化 肯定真的是扣人心弦 好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好 刚刚陆建波的边角 听他说这个你肩膀没有送出去 这个整个延展跟他的一个巴力都会比较不够理想 现在陆建波的后手还是夹得很紧 然后有点有点太紧了 注意一下 对 我们也听到他的场边的指导也跟他讲这个后手 是 那他们在下这个战术会比较累 因为陆建波英文不是很好 那他们的巴西教练就讲英文 所以教练后面 有一个翻译 后面还有一个翻译 那要转一手 好 打赢极不错 好 刚刚陆建波的赢极 被我们的大和又也给挡住了 对 所以你看蓝方的他的一个报架 他准备在挡你的拳 用手肘 他也从手肘挡你的拳 这个很少能看到 一边后头一边用手肘来盯你的拳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手肘拿出来了 用手肘对你 这个干打有点效果 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大和又也 他也占自己的偏向空手倒影 就是腰是挺的 一分之腰是寒凶拔背 就有点驼背的 对 他是比较挺一点 这种架势跟发力方式 跟防守 小心 又是低坎踢了 陆建波应该拿出来出场的那种嚣张的气势 对 后手拳有延展 但是对手有防备 你看对手那个手的爆架在注意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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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抓到 很危险 要注意防守这几个重击 把你分数都丢了 对 因为在第一回合 其实人人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 是的 这时候裁判可能就打10比10 但是第二回合就是很明显的 这一个陆建波刚才被砸了几拳 对 要注意 对 陆建波要调整一下 对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陆建波这个体能也有下降了 对 所以赶快调整 又撞雷旋 糟糕 陆建波现在是苦苦支撑 有点撑不住 小心 点吸 好了 这个点吸很重 点吸 对 有点在冲去 这个很痛苦 应该可以吧 哇 他也很想起来 是的 但的确是顶到那个位置 对 因为他的拳对手挡不住了 对 然后对手用这个变化跟吸法 做最后的一集 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小组赛呢 大的 säga 起来 然 目前 ro 是 任的 糟糕 荻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个三分 陆建波 陆建波在国际世界杯2019路程之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 在这场比赛当中按照我们的赛制 陆建波拿到了一分 我们给一些鼓励的掌声给陆建波好不好 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 我相信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 看搏击世界杯一定特别的揪心 因为在观赏精彩比赛的同时 也寄托了很多的希望在中国勇士身上 那接下来呢 第一组的比赛也同样会让大家揪心 那第一组呢 摩洛哥双雄出战 那我们的中国勇士能否阻击成功 来看一看赛前他们的状态 2019年第二届武林峰搏击世界杯风云再起 本届搏击世界杯 不论是从参赛的选手阵容上 还是从小组背队上看 依然是高手如云 强强对决 在今晚即将进行的第一组之战中 中国选手获胜出现的难度 丝毫不亚于被称为死亡之组的A组 三大冠军贾奥奇在去年的搏击世界杯A组赛中 首轮击败了自己的同门师兄弟孟庆浩拿到了开门红 但遗憾的是因为要参加国家队的比赛 只能是中途退出了搏击世界杯的争夺战 此次再度冲击世界杯是要争得冠军的头衔 大家好 我是贾奥奇 去年因为国家队的比赛 无奈只能放弃武林峰搏击世界杯的争夺 这次再次冲击搏击世界杯 无论从体能上 技战术上面都有所提升 这一次我必将重振旗鼓 向着冠军发起冲击 而本次地组首轮对决 假奥奇的对手是来自摩洛哥的哈姆扎 绰号白色黄金 目前哈姆扎在欧洲顶级自由搏击赛事 Infusion中排名63公斤级第二倍 实力有目共睹 大家好 我是哈姆扎 我曾在很多球队的球队充满 我曾在很多球队充满 我很期待在这球队充满 我相信我会展示出很多高等级的投赛 另一边 中国恐怖小胖魏宁辉 和同样来自摩洛哥的 刀锋战士伊利亚斯 布莱德的对决 也是吸引了众多全迷的眼球 魏宁辉曾是中国昔日 排名世界雨量级第八位的选手 在国内其他赛事平台 也是长期占据着防守的位置 此次加盟第二届 武林峰搏击世界杯 也是被外界看来 本次大赛的一位 夺冠热门选手 大家好 我是为您会很荣幸 能参加第二届搏击世界杯 有很多粉丝对于我的加入 充满了很多期待 我想说我备战得很充分 对所有的参赛选手 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一定会尽全力打好每一场比赛 这一届的冠军奖杯 一定会留在中国 捧在中国拳手的手中 刀锋战士伊利亚斯布莱德 相信已经被很多观众所熟知 曾经一度拿到雨量级 世界排名第二的位置 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也曾两次击败 战警谢雷 这次首轮四上 就和恐怖小胖魏宁辉 拔刀相向 想必一定给各位全民 带来了无限的期待 这次我回到中国 来游戏湖宁辉 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人 我知不知道他在八位位置 我现在在二位置身上 所以我不会恐惧 我认为他参赞 我计划成全球贡猛 我将参赞的军事 我认为我能成功 我认为我会成功 两位摩洛哥名将携手出征 战斗里之恐怖不言而语 中国三大冠军贾奥奇 恐怖小棒魏宁归 能否狙击成功 第二届国际世界杯地组之战 马上开战 一部短片应该说 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这一届国际世界杯和上一届相比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赛制经过调整以后 更加合理和完善了 另外呢就是更加开放和包容 因为选手你看来自方方面面 有即将登场的中国散打戏的代表 有泰拳的高手 有自由搏击的中间力量 有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搏击明星 那还有不同赛事涌现出的这个高手 世界级的名将 那么我希望让广大的全民朋友 在武林峰的搏击擂台上 能够领略到世界搏击明星的风采 能够看到我们中国搏击选手 在这个擂台上的成长和进步 同时也能够感受到 在这个擂台之上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我们来进入第一组的第一场比赛 蓝方选手 刚才短片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了 应该说是在这个擂台上 击败过许多的顶级的高手 身高是1米81 战绩52胜3负1平 六次KO对手 掌声有请来自摩洛哥的白色黄金 哈木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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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现在为您呈现的是 2019火级世界杯 第一组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 同方选手贾奥齐蓝方选手来的摩洛哥的哈姆扎 好 这是哈姆扎 抗拌能力很好 这个哈姆扎是身为摩洛哥南部最能打的人 那北部最能打的人也来了 叫布莱德 他们两个是哥们 然后两个都在地主 两个也都在地主 最天在酒店了他们都行云不离 都聊天聊了半夜 我们小组在采用单循环赛制 获胜的一场集三分 负的一场集一分 好 这个虽然是哈姆扎在Evolution里面排名第二 但是他是63公斤级的 所以对脚起来说呢 他觉得对方体重太不占优势的 所以他觉得应该打不过了 对他没有什么贵截 但是呢 这个哈姆扎 这八年前曾经打那个布莱德啊 所以还是蛮有一套的 哦 又是接腿 两个都很会接 接腿之后只允许一次解采 两个都是接腿大赛 这个哈姆扎八岁练跆拳 十岁练踢拳 然后在青少年时期打过一百场业余赛 十八岁甚至打职业赛 目前拥有三个世界冠军 一个欧洲冠军 两个球篮冠军 然后他现在是老板了 那本来他今天就是带一般的学生来当边角而已 结果呢 后台出现一个大人物 是一个比泰森还恐怖的这个猛兽的 到 内尔文那个曼霍夫 就那时候在后来看到这个好黑好壮好眼熟 一看原来是这个大明星 他现在躲起来了 没有到前台来 好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满耳冲斥的 都是哈姆扎的教练的手 对 好 又想要摔法 哈姆扎想要摔他 突破了点 最后几个 哦 哈姆扎第三次就要扣分了 所以贾奥斯要注意了 对 不能因为这个规则去失分就太可惜了 好 小心 这个哈姆扎就是很喜欢缠斗 然后他打法非常的狂野 有点乱 他跟标准的荷兰打法是不一样的 哦 你看 这个还会夹住你的手 好 那贾奥奇呢 这一次也是找这个菲利普 巴西教练 好 还有十秒 好 让我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就是 假奥奇有点被对方狂乱的一个节奏带走 对 好 时间到 所以这个回复给人的感觉就有点乱 是 是 就有一个人乱另外一个人也被带的带乱了 节奏也乱 像上次王峰飞也就遇到 就是阿姆扎已经被带的有点乱了 是 所以还是要稳一下 是 冷静下来 对 稳一下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 这个贾奥奇现在是打的是快节奏 但是要稳一点 现在的节奏跟对手一样了 就有点快又乱 但是对手已经有伤势出现了 来 走 来 走 要到中立奖 好 贾奥奇站到中立奖 是 两位其实 因为贾奥奇去年参加过搏击世界杯的比赛 是 刚短片当中他也说后来因为参加国家的一个比赛 而影响了他往后走 而哈姆扎呢又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选手 所以两位对于这场比赛求胜的欲望都比较强 是 所以节奏很快 对 然后呢这个哈姆扎虽然体重比较轻 但是呢这个贾奥奇为什么打得很辛苦呢 因为哈姆扎在他们荷兰都是跑到别家去的 不是找这个重量级90公斤以上的大哥来打的 因为他知道他的在体重上不是很占优势 是 就用这个找大级别做培练来加强他的一个 对于这个体重比较强的这个对手 好 现在 因为哈姆扎的这个伤 所以我们的乙武颠督 根据他的伤情来决定比赛要取消 是 可能不能继续比赛 这样的话在这场比赛当中 贾奥奇还是实力当中 就是夹杂着一些小性命啊 是 好 大家在看 比赛应该再稳一点 对 大家在看我们比赛的同时呢 还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的方式 参与节目互动 更多精美的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16秒 红方 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射 红方射 祝贺贾奥奇 贾奥奇 这是他第二次走上国际世界杯队台 今天不负众望 为中国战队率先拿到了一个三分 在节目战当中 我们记住贾奥奇 为中国战队率先拿到了三分 这是他自己在第二次国际世界杯当中 为所有的观众朋友奉献的精彩 好 我们期待着啊 在接下来的搏击世界杯的征程当中 贾奥奇有更精彩的表现 好了 观众朋友们 过一会儿呢 还有搏击世界杯的两场比赛 还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超级战 在等着大家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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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来 仍是我们熟悉的伊龙 伊龙 勇者无惧 复出战 7月27号 河南省体育馆雷鼓开战 一个更好的伊龙 值得我们期待 赛事咨询电话 156-3888-1000 银银银银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这里面现场直播的武林峰 搏击世界杯揭幕战的比赛现场 那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二番战 因为刚才的A组和D组的两场比赛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A组的大和右野拿到了三分 D组的贾奥奇率先拿到了三分 接下来呢 一场80公斤的超级战 呈现给大家也是一场二番战 也是中国勇士的复仇之战 今天简直都是复仇者联盟 蓝方选手为大家介绍一下 那去年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击倒了中国队长不高峰之后 这是他再一次回到武林峰的擂台 他也是我们去年武林峰设立的 金拳奖的最佳KO奖得主 目前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还未尝败继 来 人是他 我感谢到中国 我感谢到中国 我就是大力量的平台 我一直超過了 我在2018年 我贈了我的最棒 我也是非常誠心 謝謝 現在我和三個相似的相似 是全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為了 所以我對大家有所忠心 希望我再次可以做 我希望我可以贏 我會贏 他很危险 我一旦不忘了 他很累 他很累 我做了我的決定 我做了好準備 但我知道他很危险 我在下一次 我嘗試招待相伴 和保持相伴 我愛所有相伴 但我準備好了 我強烈 我必須勝利 掌聲有請俄羅斯光榮勇士 亞歷山大 崩尖 一群 方和蘇 j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以后呢进入状态特别的快啊 进来几场漂亮仗 让人看着上去非常的过瘾 来掌声有请中国关东飞鹰 刘大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峰 大家看到的这是一场八十公斤一级的超级战 同方选手刘大成 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大 比赛刚刚开始 就出现了有趣的画面 好这个亚历山大自从上次跟傅高峰打完之后就没比赛了 问他为什么没比赛 他说本来他要进军MMA的 结果对方赛事方一延就好几个月 让他没收入非常苦恼 今天跟刘大成也是一个二番战 亚历山大是被评为河南广播电视台首届军权奖的最佳KO奖 也足见他的KO能力 是 然后我有特别问他 这个你踢拳要打到多久才退休 他说不知道 因为他还有好多高手没打过 尤其点名美丽死神 他说还没打过不能退休 而且他还要打MMA 这是他的目标啊 是 而且他另外一个目标是出唱片 因为他这个吉他玩得蛮好的 但是他觉得他不够专业 所以每个月都还去受训 受这个音乐的训练 是弹吉他还是加油唱歌 都有 爱好还挺广泛的 刘大成是80公斤级当中 现在是挺优秀的一位选手 很多的全民朋友称他为死神方便的接班人 对 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 刘大成一直过去感觉是那种很温和的 他遇到比较强的对手的时候呢 他也不弱 但是呢遇到这个水平相对于来讲 一般或者弱的选手呢 他又不能很明显地显示出自己的很强势的那一面 刘大成就是外表温和的内心强大 那上次亚历山大 他觉得自己跟这个刘大成打他不太满意 因为犯了很多错误 连这个进内台他都走错边了 走到红角了 所以亚历山大他要走到蓝边才对了 而且呢他这个成绩摇闪了 其实对上刘大成都摇错边 因为会被刘大成给骗了 现在两个人 又开始摇闪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历山大拳非常的好 但是其实呢这一刻我们的 亚历山大都有偷偷在苦练他的腿法 尤其对上刘大成啊 他腿法会用得非常多 但是呢 现在场上两个人啊 今天打的是有一点点乱 但是呢都是暗暗藏的杀机 好 亚历山大摇闪 但是还是有破债哦 看刘大成能不能抓到 那其实以目前亚历山大的状态看起来 他最近练的MMA好像对他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对 不管在力量啊肌肉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核心方面 都没有很明显的进步 对 好比赛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是哦呦 你看刚讲完这个两根都来 哇他也要转身来一下 是 其实这种乱的状态下 消耗体能是比较大的 对 其实两位都比较熟悉了 其实我觉得越熟悉的队员之间 在战的话难度越大 因为都想做一些变化 让对手猜不到 对 对 那这个情况下就会有点乱 是的 好的 OK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哇 刘拉成躲过了 那我有特别问 这个你认为亚历山大是怎么样一个运动人 他说根据他的经验 这个亚历山大非常老道 非常有耐心 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 尤其看他打完副高峰之后 哇更是觉得这个亚历山大很有计谋啊 很有心机的所以会特别小心 那现在我们看刘大成要拿出什么新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亚历山大 那刚才在第一回合结束之前呢有看到亚历山大一个转身后登 其实蛮结实的踢到这个刘大成的肚子 刘大成的肚子 那现在刘大成应该好好再抓一下我们的亚历山大摇闪的轨道 对 因为亚历山大就是靠着摇闪然后就进来打你了 哦 还有假动作 这个亚历山大的假动作出来原地摇闪 之外呢还会有一个小后退步 要掉你的动作出来他在打防守反击 哦 好多假动作 哇 刘大成相对来说摇闪会比较少一点 对 他就呆在原地看看你要摇到哪边我再打你 对 他需要特别冷静地去看亚历山大接下来要做 是 而且不能给亚历山大骗 对 因为对付很会骗的人呢你就不能先做动作 就要变成要在那边等 对 推开 推开 所以有时候观众说 哎 为什么这个刘大成不先打 就没办法对方太狡猾了 是 哎呦 哇 哇 这个亚历山大这几拳打得还蛮结实的 对 这个刘大成也是要稳一点 哎 刚刚刘大成一个特别好的角度没有起稀集 这个太可惜了 对 哦 再来一次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亚历山大的腿也是非常好的 是 你不要以为他只有拳了 其实这个回合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有点眼花缭乱 对 亚历山大是虚晃的动作又多 大股 大股 大股了大股 看起来虽然好几个月没比赛 可是亚历山大的状态还是有的 对 亚历山大的状态还是有的 对 擂台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对 哦 这个有点偷吃不过 偷了一步 好 还有十秒 哦 一个转身 两个都转 走 来 抢 好 再抢 好 再抢 好 第三回合 是 这个前两回合 我们的刘大成 有点陷入亚历山大的节奏里面 对 因为赛前刘大成想 拉开距离用腿法来跟亚历山大对抗 但是现在看起来都是要拼拳 对 那刘大成感觉打得很顺手 可是呢 我们不知道亚历山大会不会又在路里卖什么高药 对 因为我说亚历山大挨打是在埋设陷阱 现在亚历山大开始防守了 好 而且做一些小西装 装你的大腿 好 现在亚历山大都全力防守 然后做一些小动作 对 看一下这个亚历山大的西装 很小的动作 这个刘大成啊真的是都是专啃硬骨头的 是 所以说他外表斯文内心超强大 因为国内中方运动员人跟亚历山大打的真的没几个 对 变化变化变化 第三回合目前这个刘大琼打得非常地好 现在有一个参加的是继续平手 然后来做一些累积的伤害 对 有点晃 应该是有感觉刘大琼对自己要有信心 追进去 对 还是要按照之前制定的那个战术去执行 看起来刘大琼也是前脚一直踩 对 这个王鹏飞的三日月初大家都拿起来用了 都在学 对 好 摇晓鱼刚刚摇错边了 开始亚历山大已经被刘大琼给骗了 希望刘大琼能够越看越准 - 过去- 过去- 过去-过去- river neighbourhood gad hiu 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时间 好 10秒 下ай坐板锋 刘大琼能不能因为第三回合初次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了 过头过头过头過了 gen figure插在一起 参加好 然后这场比赛了 5个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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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定要关注现场直播 不仅仅有我们的搏击世界杯 而且伊龙复出之战 昨天伊龙我们俩一直在聊天 我说距离上一次重庆中线的比赛 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了 这一年来你在做些什么 他说主要是养伤和调整状态 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不理解 像伊龙这样的钢铁战士 觉得就不应该负伤 但是我在这里要替伊龙和所有的运动员 说那么几句 其实伊龙呢 走上擂台已经十余年的时间 打了130多场比赛 早已经是心伤落老伤 那其他的运动员又何尝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勇士们 在这个擂台上不断地给大家的这种力量 那我说伊龙你为什么不趁势啊 这个转型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然后走上另外一条 同样闪光的星光大道呢 他说其实是可以的 应该说他的转型会非常的容易 因为这两年来他尽管在调整状态 也顺手拍了几部影视剧 他说这两年来为了备战武林峰的比赛 他推掉的影视剧多达30余部 那这个损失要远比他走上武林峰的擂台 这个出场费要高得多 那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他给了我答案两个字 热爱 他留恋这个擂台 他留恋所有喜爱他的拳迷朋友们 我感动了 我们掌声送给伊龙 7月27号 我们走进郑州河南生体育馆 走进不一样的伊龙 好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武林峰2019 搏击世界杯的后备战啊 这场后备战也同样值得大家期待 蓝方选手 因为太极华人的身份和潇洒帅气的形象 以及富有杀伤力的拳脚 在武林峰的擂台上吸粉无数 来 走进 蓝河南生体育馆 這一齣 海鮮 你和娛樂隊 不是 mein 對jud的 行動人 但是 Mau了全國做得不響 有較恢復 和娛樂隊 採討和娛樂隊 捨立難道攻擊力 是非常興奮的 因此在場地上 海鮮 贏了他 所以我知不知道,如果我认识坦的 момент我希望你能够快速冒险做到的肆腳 就能够适量做肆脖子的肆脖子 就导致坦的肆脖子和肆脖子的肆脖子 所以我不坦達的肆脖子 所以我认识坦的肆脖子我们 Abb singles花了 我认识选择人们要花钱 我认识请我递REMUO TIC 去有选择的肆脖子 让与我们上岁军 也不曾经进行 الس球 另外 是有一壮减 三个天 选择地了 我是想赘 场声有请 台国陈伽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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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方选手来自查普漫华 舞爵格斗队 今天是首次走上武林峰擂台的一位年轻人 今天是中国自由搏击的新生力量 在挑战泰国伦皮尼的当家小生 来 我们掌声 有请中国 冯 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曹旺 比赛现在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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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 转战到自由搏击之后 他的战绩也不错 蔡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个冯磊其实上次应该有一个首秀 武林峰首秀 但是他殷商退赛了 好 那上一边冯磊也打了比赛 非常忙 这 这一次呢 搏击世界杯里面呢 除了张文胜之外呢 其他人大家都还没碰过 那之前呢 跟张文胜打了 咱们三位合 因为他都是用拼的 这个头部防守不够严谨的分数被拿掉了 所以比较可惜 现在又是一样 跟这个陈佳洛来拼了 其实这个冯磊能打赢也是靠他的拼劲 但是呢 他鼻子常受伤的也是因为这样拼 拼出来的 是一位敢大敢拼的运动员 陈佳洛 我们武林副的观众很熟悉了 哇 这拳好重 太扎实了 哦 这拳就算能够恢复 其实后续这个陈佳洛也要注意一下 绝对是有一些损害的 对 因为上一次的比赛之后呢 陈佳洛虽然说赢了 但他觉得对自由国际的这个规则方面 还不是特别的适应 对自己的表现还不是特别满意 刚刚这个冯磊这一拳太猛了 太扎实了 那话说这个陈佳洛是我们第四代的华裔派军王 对 他在泰国目前非常红 他从十岁开始打拳 第一场比赛只达到150泰铢 现在呢 他是大红人了 盖了房子 买了车 他就靠比赛赚来的 哇 参加了武林峰之后 就更红了 更红 刚刚在台下 所有老太都来帮他当鞭角 结果我们导演赶快去赶了 太多人了 对 因为按照我们的 两个 对 有两个人在鞭打赚 可以的 再来说这个后备战 后备战获胜的选手 是有机会参加国际世界杯的正赛的 但是根据比赛的竞选的话 第二轮 四代一分进入小组赛 如果是第三轮的话 他四代两分进入到小组赛 是 因为在去年嘛 有些特朴上来的就没有分 注定打不赢的嘛 对 所以我们就完善了一下我们的比赛 对 优化了一下规则 非常的惊泡害浪之歌 好 时间到 这一局舞台太紧张了 是 就是那个神来一拳 太准了 而且整个后手往前延伸 把整个陈佳洛打飞了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还是很期待的 我们也很讶异 那么扎实的一拳 陈佳洛竟然能够很快就恢复过来 对 就看这一拳 前手把对方的手先拨下来 漂亮 好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是 那上一次呢 陈佳洛虽然打赢了刘雅宁 但是回去之后呢 受了风寒祝愿 太冷了 下一次三月份来 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冷的 是 非常冷 所以对气候不太适应 对 好用 哦 冬磊 哇 哇 硬碰硬 是 哦 陈佳洛生气了 生气有没有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用 是 生气 没有用 好拳头说话的 你要冷静 你要冷静 是啊 OK 所以呢 回去泰国这个伦皮尼军团了 又长官又要大吃一惊了 龙奈对上王俊光被打惨了 然后呢 他们招牌陈佳洛对上冯磊也被打惨了 哦 哦 哦 还是陈佳洛的拳还是很蠢啊 对 所以冯磊要注意一下 对 所以你看啊 高手之间的较量 是看谁先犯错误 我觉得今天陈佳洛的第二个赌秒就是他犯错误犯错误 太不冷静了 可以没办法 因为这个冯磊就是拼命三秒 他以弓来带手 他不防守 他直接跟他拼了嘛 那其实冯磊在赛前就能打定好主意的嘛 你快打慢 后就跟他拼了 而且冯磊的拳又快又重 然后又准 哦 登到脸了 哦 撞到头要小心一点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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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佳洛也用他的一个太拳的经验 想控制一下局面 对 哎 感觉有点效果 找到感觉了吗 对 那个西级对我们的冯磊有点影响了 哦哦哦 还有真正上品 冯磊要注意 糟糕 这个 陈佳洛抓到感觉了哦 他要加强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冯磊就不要乱了 是 现在冯磊的手会放下来了 冯磊会没办法出拳 对 你看这个冯磊的手一直会很想往下放 他会怕 他会怕这个陈佳洛的吸法上来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冯磊没办法专心出拳了 对 有点扰乱他了 好 还有10秒 但是稳住 稳住 打马三回合冯磊是赢的 最主要不要中的吸法 这比赛分分钟会出现逆准 是啊 插气了 插气了就这样 插出两个点 插气没事 没事 你打他两个点 好 看一下慢放 现在冯磊把他第二个绝活做出来了 这个尖嘴摔 但是他第三个绝活 这个伸扣灯还没做 还没有 第三回合一定会用出来 好 第三个绝活 好 第三个绝活 好 第三个绝活 绝磊 なので这次绝活 是什么绝活 主要是什么绝活 好 三个绝活 来绝活 准备 第五个绝活 好 第三回合 因为这个陈佳洛目前在泰国是标志性的人物 所以呢 不管是在泰国的 不管是法国的泰军王还是老泰 全部来帮他加油 两个人在摔法的对拼 其实你看陈佳洛他也会摔法 是的 在空中的转体我压在你上面 今天这个伦比尼军团来武林轰队 确实都是遭遇到苦战 这个西法小心 红磊小心西法 小心 尤其这个陈佳洛西法开始发威之后 红磊没办法打拳的 他的手没办法伸出来了 现在红磊的制胜策略就是 是穿完三个人 没错 因为他已经给陈佳洛两个得了 是 对 你看陈佳洛也会摔 随身后单 有没有 好 现在感觉上是陈佳洛在打猎 他把这个冯磊当猎物了 满场追着跑 陈家乐真的是 战况太激烈了 冯磊一定要守下来 守住第三位 时间一分多钟 不抱也不行了 因为这个陈家乐的西法太凶了 这是什么样的踢法 这有点乱了套 糟了糟了 冯磊有点压不住对手 陈家乐的气势太旺了 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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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多了 冯磊 有人去 陈家乐成了一个有点不明智的决定 跟冯磊换拳 不能给他还钱 不能给冯磊让他出拳的机会 好 冯磊抢到了腋下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冯磊以前都是摔人家的 现在被摔了 好 拿下一场比赛 最后的几秒钟 是 但是也见识到了这个陈佳洛的实力 真的是很硬 比上一次的表现还要好 但是这个泰国的选手可能就是进入节奏不慢 冯磊抢了 拼了命啊 他不能丢泰国的脸 硬撑的 但他转变的还挺快的 是 前两回合都已经被打倒了 第三回合能够找到这个胜利的方程式 对 但是呢 他只赢了第三回合 没办法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29 比26 2号裁判 29 比26 3号裁判 29 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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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果 红 方 上 来吧 赢了 1 3 3 briefly 他将有机会带着这场胜利的激情走入正赛 再一次祝贺冯磊 好了 广告之后 我们将进入到A组和D组的另外两场比赛当中 一会儿见 曾经他在这个擂台上 折起尘杀 但是真正的强者不是拥有多少成功 而是敢于向世界第一发起挑战的武者精神 是从失败中重新战起 与从御勇的不懈努力在浴火中重生 归来仍是我们熟悉的伊龙 伊龙勇者无惧复出战 7月27号河南省体育馆雷鼓开战 一个更好的伊龙值得我们期待 再次咨询电话 1563888 1563888 1500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这里是由国脉凤香荣耀神州西凤九珍藏版独家冠名 河南卫视频已经现场直播的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在搏击世界杯揭幕战的比赛现场 在这里还要向大家预告一下 在7月27号 郑州市河南省体育馆我们武林峰的现场直播 大家不仅仅能够欣赏得到 我们武林峰搏击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 同时也能够迎来伊龙的复出之战 话说伊龙三十有六 至今未婚 尽管时不时的也闹出一点点小小的绯闻 但是未婚 我说为什么到现在没结婚 他说就是因为搏击 他说他不想过早地开启人生的转场 从而葬送自己的搏击生涯 对于之前面对西提猜 沙鱼狼两场比赛的失利 他一直在总结反思和检讨 他说在7月27号的现场直播的比赛当中 复出之战 他将全力以赴 他将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面对这位他的对手 他的这位对手 这位高人 另外他还想让我带他 向电视机前所有十余年来支持他的 喜爱他的全迷朋友 表示感谢 真正的原动力来自于全迷朋友 伊龙 好 我们共同期待7月27号 好 接下来我们搏击世界杯地主的第二场比赛 现在为大家呈现 蓝方选手 Effusion 67公斤级的世界冠军 以刀锋战士的美名 赤插世界全台 尽管今年只有24岁 但是他的战绩149胜 8负2平 49次KO对手 来掌声有请来自摩洛哥的刀锋战士 イリアス ブラッ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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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迎来 我们的红方选手的重炮手 在粉丝当中 非常非常的有人气 被大家给予了厚望 也是我们中方选手夺冠 大热门之一 掌声有请中国恐怖小胖 为您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比赛现在开始 对 比赛 好的,您现在看到的是2019搏击时节杯揭幕战第组小主赛的第一轮比赛 同方选手来自新辉国籍的魏宁辉,蓝方是来自摩洛哥的伊迪亚斯布莱德 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过两个这么快的腿啊 好重啊,而且是骨头对骨头真的是都不怕痛的 今天的小胖真的不一样 上次他东北对抗的时候啊,其实还没这么硬还没这么快 对 真的佩服两个人的这个颈骨的强度 真的是跟没有神经一样 看来这个搏击世界杯的比赛的确能够调动运动员的激发他的潜力全部发挥出来 好,介绍一下伊迪亚斯布莱德 他是摩洛哥人,在摩洛哥的北方,他南方刚刚是他的一个兄弟已经述给了甲奥琪 对 然后我们的布莱德五岁跟着哥哥姐姐偷偷去全款练拳被爸妈发现了 那开过很长的家庭会议之后呢,爸妈同意了,那他们就练拳 那伊迪亚斯在荷兰跟了好几位这个大师,所以练成这样的技术 两个人的身高还是有差距的 伊迪亚斯布莱德身高1米78,臂展1米80 魏宁慧的身高1米70,臂展1米65 是,因为魏宁慧本来不是这个级别的运动员,他是身上级别来打的 好,那当初呢,其实帕奇特农在去年不被看好的原因就是被伊迪亚斯的这个西上头给强毒了 那时候伊迪亚斯的西上头非常的重 哦,又一个刚讲完就出来了 哇,这个小胖威宁慧啊,真的是名不虚传,曾经世界排名第八 但是呢,布莱德说我是排名第二 对 好,再说一下,这个 在去年之后,其实今年为止这个布莱德都没打过比赛,问他为什么 他说去年手受伤了,尤其打这个哈桑特医那一场 他只有一只手可以用,他都输得非常不甘愿 今天呢,两只手都好了,看看能不能打赢魏宁慧 对 那其实魏宁慧赛前有一些状况,就是发烧,降重不算 现在已经把状况调整好了 在这个第一回合,真的哦 各位观众应该没有看过这么快,这么硬的比赛 是的 好,还有10秒 好,还有10秒 这个,他们的快速超乎一般人的白银时间啊 是的 第一局的比赛就是,你看这个速度不是很快 他跟我这个,太能够深入的去了解自己 看起来,有点看不过来的感觉 而且会觉得超狠的,他们节奏是 对 对 好 好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哇 是 那过去呢,这个谢雷跟布莱德打过两次的 谢雷说用重击一下一下跟他打,把这个布莱德的节奏拖慢 但是呢,很难,拖不慢的 那今天呢,小胖魏宁慧用另外一种方式,以快打快 对,他也用快,几个哦 是 哦 事实上呢,在所有中方选手里面,能打到速度像小胖那么快那么重的,真的也没几个 看我们的讲话的速度也有变快了 对 对 这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 哇 嘎嘎嘎嘎,摘一腿 而且都是行进肩的 是 谢谢 那过去呢,对上哈桑拖一,是因为哈桑拖一,他手长脚长,有个天然的这个防火墙在 所以呢,布莱德打不太进去 而且呢,那时候哈桑拖一的力量很大 嗯 再加上呢,布莱德只剩一只手 那今天呢,这个哦 哇 而且布莱德现在也要进军MMA了,现在力量是更大的 对 所有的进攻都是这个连续性的 是啊 哦 两根真的是攻守俱佳 真的是很难找到对方的漏洞 再来 哦 摔 哦 这个都是靠力量的 小胖最近力量就是做得非常的足 那他们的力量呢,其实就是打吧 打很重的吧 嗯 这个布莱德的拳啊,很像这个花招啊 很花俏的拳法 但是非常有威力 那其实这个伊利亚斯布莱德他非常有自信啊 他说荷兰在我这个级别,没有人可以打过我 所以他非常有自信 那今天在我们的武林锋内排啊,他找到对手了啊,就是小胖魏宁辉 好,第二回合即将结束咯 双方真的还是旗鼓相当啊 对 没错 没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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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被對方打暈了 Vinus Haduimung V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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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掃 Vinus 一拳 把我們小胖給打飛了 還有上過拳 透過慢放可以看到這個伊迪亞斯的有效擊打 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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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回合 是 還是快 又變線 而且是前腳高掃變線 他們兩個都是又快又重 我就感覺他們是不是不用換氣不用呼吸的 一口氣一下 對 而且感覺他們的心跳是非常平穩 不會很喘的感覺 這平常的訓練下了多大的苦功 是的 V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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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現在小胖 這個鼻子這邊 瘋了點傷 哎 好想有點狀況了喔小胖 好想有點狀況了喔小胖 好想一點 小心 是 啊 又差氣了 哎呀 打的兩回合的好拳 對 有一些分神啊 是 有一個差氣起來 他有一點點分神了 對 那分神也因為是因為重擊也是 哪 請 那 爹 不 爹 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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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顺利地拿到了三分 恐怖小胖 魏宁辉 遗憾地输掉了这场比赛 拿到了一分 后面的路还很长 继续加油 好 再一次祝贺 伊迪亚斯布莱德 好 亲爱的朋友们 广告之后 广告之后 我们将共同迎来 上届搏击射击杯的冠军 和中国战警的对决 一会儿回来 曾经 他在这个擂台上 折起尘杀 但是 真正的强者 不是拥有多少成功 而是敢于 向世界第一 发起挑战的 武者精神 是从失败中 重新站起 欲促欲勇的 不懈努力 在浴火中重生 归来 仍是我们熟悉的 伊龙 伊龙 勇者无惧 复出战 7月27号 河南省体育馆 雷鼓开战 一个更好的伊龙 值得我们期待 赛事咨询电话 1563888 1000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这里是由国脉凤香 荣耀神舟 西凤酒珍藏版 独家冠名 河南卫视频 已经现场直播的 武林峰搏击世界杯 2019的揭幕战的 比赛现场 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A组的另外一场比赛 蓝方选手 去年搏击世界杯 最大的一匹黑马 年度总冠军 就要出场了 他去年的夺冠 让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始料未及 大家想想看 历时半年的比赛 先后过关斩将 打了五场 绝非偶然 他的这场胜利 那在这期中 我们看到了 他对搏击的这种信仰 今天从零开始 再批战袍 我们掌声 有请泰国 帕金 探战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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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周今年今年我年代 הה派的级级女神 夜间里赖了 天气沿着 第18位 WF 行兵在户阪寮 г.VBC 戒 Attack Challenge 全部开断 learning world champion from challenge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一面我是冠军 现在翻过来我看到了 翻过来我看到了 他说在这一届当中 我还是冠军 这个时隔半年 他的延续的这份自信心 从何而来 咱也不敢问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期待 期待这一场 我们上阶的总冠军 与中国战警之间的对决 中国战警马上就要出场了 在抽签的过程当中 当时我就 我一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就特别 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我觉得对战警谢雷来说 喜忧参半 喜的是碰上了老对手 终于有机会 抱一箭之仇 一雪前耻 那忧的是 他是上阶的总冠军 不过我们相信谢雷 我们掌声 有请中国战警谢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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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